大家好 那上一次的那個星座運勢的那些騙子 那些是很恐怖很恐怖的對不對 因為我上一次的那個光線不好 真的非常的差 但是這一次呢我有這個自然的自然的光 所以會比較好一點 好嗎 那現在獅子座的朋友們 如果你是上升還是太陽星座是獅子座的話 在這一段時期裡面 就是從這一次的這個雙子座滿月 直到下一次的那個摩 摩羯座的那個星月 就是我下一次出這個星座運勢之前呢 也就是說 在現在直到農曆的11月尾之前呢 你們的狀況會怎麼樣呢 那其實跟上一期的那個message是 就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說你們會有那個財困的狀況 那這個財呢 其實在我們西洋的那個 就是圓學方面 OK 不是圓學是玄學對吧 玄學的方面呢 其實它不一定是我們說的那個錢 它還可以講 就是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金錢當然 還有我們身體的那個盡力 OK 那其實就是說 你在這三方面的那個資源也是很壞很壞的 那所以會令到你 如果你有去玩 去跟大家去見面 去開party的那些機會呢 你也會去散思 啊其實我有沒有錢去這個派對呢 我有沒有這個時間 我有沒有這個盡力去這個派對呢 可能你已經年紀很老大了 你已經不可以就是不睡覺去晚通宵 所以呢你就會有很多的那些想法 會有很多的猶豫 OK 那我們看看那個星星是發生什麼事 因為你的就是太陽是你的公主星嘛 它在武功 還有你的二公的主星水星也在武功 所以就是說你 你會有很多就是晚了的機會 那尤其是因為現在就是聖誕節已經臨近了對吧 還有就是很快就就會新年 所以呢就是會有很多去happy的機會 當然是呢因為金土河OK 伴隨著一個埋怨金土河在你的六宮 所以是一個很尴尬很尴尬很尴尬的位置 所以其實就呼應 呼應了塔羅所講的就是 你會有去玩的機會 但是你會去想 啊究竟我有沒有這個資源去去玩呢 OK 但是最後呢其實我我見到的就是說 嗯 大概你們也會 繼續去玩吧 因為你們獅子座的有一個理念 就是說 欠盡散盡還輔來 是不是這樣子讀 對就是李白的那一句很著名的那一句 就是 哎你現在覺得 哎我我就是這一次我花花這個錢去去玩了 那這個錢我以後也可以賺回來的 或者說哎我現在就是我身體不好 但是我也我也要去玩 因為我之後 呃就是我後來我睡多一點呢 我什麼什麼也可以呃補充我這個精力回來的 OK 那所以這個就是你們的那個運勢 但是最後呢我想給大家一些建議 OK 第一 第一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們真的沒有錢去玩了的話 我也是我還是建議你們去玩的 但是要有多一點的目的 呃這個那個目的性 目的目的性 就是說呢 呃去玩的時候 去跟一些可以幫助你的人去玩 就是不要只是去呃吃喝玩樂 去嘻嘻哈哈不要 可不可以去跟一些呃 比如說生意上的朋友去開派對呢 或者他們是可以在呃 在金錢方面給你很多的忌諱 在工作方面給給你很多忌諱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們就可以 又一邊玩 那一邊去呃發展一些錢的忌諱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們其實是有貴人的 呃 尤其是呃巨蟹座 那如果不是巨蟹座的話 就是說他會很有母性 很有那些母愛 尤其是呃女人的話 也是你的貴人 那你們可以多一點注意了 呃 嗯 呃 呃